5分钟 今天用高摘机和电锅 就可以做出传统的菜头粿 而且粿粿很简单 为粘料到完整 实在当初的时间是不够半点钟 很快 而且取材最主要是取材容易 而且简单做 用果汁机就可以做出来的料理 要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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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5分钟 这是为了要厌制传统美食 大南町廊会特别邀请家庭班的妈妈 做回来发育創意 用很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做出传统的味道 而且效果不错 那我们的妈妈们 早期在我们厕所都做大 大层吹大层粿 可是现在小家庭都那么大层 很不方便 最主要就是要做得简单 容易可以推广 吃得安全吃得安心 而且可以融合整个家庭 整个朋友来分享 这么好这么简单做起来的料理 以前炊柜都是用白菜头 農会也用紅菜头来代替 让这个传统的美食 够了一分的創意 这个红菜头也是我们農会的 主要的产业 那我们要怎么样 结合到我们的米 然后做出来 跟以往不同的古早味 那种白菜头做出来的过 到现在不一样做起来 红菜头变换的口味 那吃起来的话 小朋友也很喜欢吃 稍微有点颜色的 很寂喜气 也有容易做 又容易推广 大家和乐不为呢 很大 轰轰的 红太阳的就出来了 这做过的过程 是连不下料理的民众 都可以简单来合适 跟今班的妈妈也表示 只要比例料好 如何煮都好吃 冬量一定要固定 我们的米啦 或是菜头 或是红萝卜 那个重量一定 还有调味料那些 一定要固定 一定要平均分配 最近红萝卜 也将路上安排 确定 要超过家今班的妈妈 来教大家做 古早味的料理 也欢迎 想买合适的民众 可以卡车位 跟红萝卜来试问 既然真心 藏布朵 准央 孔兰卜